隔壁搬来一个美女邻居 宽大的帽颜也遮挡不住她的高颜值 肤白貌美大长腿 一举一动 无不让人魂牵梦影 四目相对 时刻看的少年面红耳赤 连连后退 他叫法克 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假期来到这个小镇玩乐 也不忘记拿着暑假作业 有这样让人审心的儿子 父母自然也是非常欣慰 可伴随着隔壁别墅 被一家富豪马德买走之后 法克的宅男内心 也隐隐产生了悸动 因为马德的女儿妮娜 长得真的是太漂亮了 那大长腿迷人的惊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赫尔蒙 无时无刻散发的魅力 让法克经常忍不住投看 而少年炙热的目光 同样也吸引了妮娜的注意 不过法克还是胆小 根本不敢上前去打招呼 直到这天天赐良机 马德家的轮船出了一点小毛病 而法克恰好修船的技术还算不错 两家都是邻居 在父母的同意下 法克就当起了临时工 这天正准备修船的她 刚准备干活就收到了入职福利 勇完勇的妮娜从河里上岸 那身材的曲线 简直让法克忍不住心动 接着 妮娜走进一间透心凉的木屋 旁若无人地开始淋浴 法克是抬头觉得不道德 低头巴又觉得有点不划算 就这样犹犹豫豫偷看的时候 马德的一声叫喊 把法克下了一机灵 他急忙跟马德汇报工作情况 并表示两三天就能够修好船只 看到法克这么专业 马德非常满意 还开出了日薪200的高额报酬 也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看了妮娜 后勤未消 还是工资高得有点离谱 总之夜里 法克是辗转难眠 于是偷偷来到窗前看妮娜 恰巧看到一场妮娜的免费直播课程 法克这小子 本就处于青春懵懂之际 隔天就把这件事跟帖子小帅分享 听了这件事后 两个男孩还特意抬起了一个床垫 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 他们互相打赌 看谁先在这张床垫上 结束单身solo 法克心里消想的对象 自然就是妮娜 这天在工作时候 法克听到屋外传来妮娜的尖叫 她急忙跑出屋子 想要大展身手 结果嗨得女孩尖叫的 只是一只小蜘蛛而已 法克展现男人本色 一脚踩死了蜘蛛 接着还贴心教妮娜如何发车 在此期间 妮娜不断靠近的距离 还有女神无意滑落的肩带 让法克内心狂躁不已 深夜时分 法克刚到家 就看到妮娜恭候多时 她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外 希望法克能帮个忙 可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法克为了少让女神受冷 当即爬上了别墅窗口 狠狠砸开了玻璃 两人也就此进了屋 妮娜一眼就发现法克的肚子 被玻璃划伤 非要拿出创可贴给她包扎 接着 还微微朝她的肚子 吹了一口气 缓解法克的疼痛 这气吹得男孩心痒痒 恰得当场要离开 可下一秒 妮娜说今天马德不在家 法克停后 彻底按耐不住 清理一下妮娜的脸颊 没想到这样的行为 妮娜乐在其中 竟也不拒绝 接下来就到了 尊贵的VIP 才能看到的内容 经历过爱情滋润的小伙 从这以后 可谓是精神抖擞 干啥都是活力满满 可她并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她人生中 最错误的一次决定 因为这个妮娜 一点也不简单 有这样的美女邻居 就问你几点回家 腹白貌美大长腿 就连处理伤口 都能如此温柔体贴 这样的热心的好女孩 当真不多见 小伙子法克 被撩得不要不要的 当晚就展现了男儿本色 恰好这段时间 马德还在外出差 没有十天半个月 根本回不来 两人就每天腻歪 不过太迷目张胆 也不好 他们在一起的身影 经常被家里的园丁看到 随着马德回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 妮娜为了少受相思之苦 就专门送给了法克 一个手机联系 这也算是两人之间的小秘密 这段时间 两人也不老实 经常在马德眼皮子底下 没来眼去 约会的时间地点 也是丝毫不挑 紧张又刺激的画面绝了 马德要是再往前一步 估计就能免费看到 VIP画面 这天深夜 法克被妮娜的一通电话吵醒 那边的妮娜哭声凄惨 法克急忙赶过去 这才知道 原来妮娜经常遭受 马德的暴力 看着女孩满脸伤痕 法克倍感心疼 却又毫无办法 后来马德又出差了 时间是一挤良药 在法克的贴心陪伴下 马德很快忘记了痛苦 她时常一身清凉 出现在了法克面前 两人从花园谈话 转移到了那张床垫上 法克算是完成了梦想 倍感满足 不过两人好日子过了没多久 妮娜这天面色慌张来找法克 说出了大事 等法克忙完回来 找女孩的时候 面前的一幕 不禁让她傻了眼 只见马德居然倒在了血泊中 没有了气息 安娜拼命给法克解释 是马德要动粗 她才失手杀人呢 法克冷静分析 想着报警 毕竟正当防卫不判刑 可是妮娜却哭着不愿意 她觉得马德家族财大气粗 一定会请来最好的律师辩护 到时候她还是要坐牢 总之妮娜一切的原则 就是不能报警 听到这里 法克也明白了 这妮娜叫自己过来 是为了帮忙毁尸灭迹的 她自然心里不愿意 但是常言道 英雄难过美人观 妮娜简单落了几滴泪 就成功拿下了法克 为了让马德的死 看起来是一场意外 法克心里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先是处理了现场的血迹 之后便把尸体 装进了后备箱 法克匆匆开车 赶到码头 想要在船上 制造一场意外事件 本想着自己 神不知鬼不觉 可就在刚上船时候 他的身影 被值班保安看到 为了避免被怀疑 法克急忙抽着烟 做出和马德一样的动作 躲过一劫的他 后来将尸体 狠狠撞向船帆 接着又放一把大火 回尸灭迹 此日 马德的遗体被发现 警方根据残留的证件信息 很快确认了死者身份 并来到了妮娜家里调查 看着警察每天出入的身影 法克肉眼可见的心慌 就连工作 也根本无法专心 经常出错 好友小帅 倒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上前关心 但不料 每次都是被法克骂了回去 后来随着警方深入开始调查 保险公司的黑箭 也加入其中 法克这才知道 原来马德的死还牵涉一笔巨额保险单 而唯一的受益人就是妮娜 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被卷进了一场漩涡 但为时已晚 都说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 这个新来的美女邻居就是如此 为了得到巨额保险 她精心策划了一场杀人案 小伙子法克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羔羊 在马德死后 警方很快找到了妮娜 根据之前和法克商量的不在场证词 妮娜对答如流 却让警方更加心有疑虑 后来 马德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警方得知马德被火烧之前就已经死了 听到这里 那晚上的值班的保安 立马说出了见到的可疑人物 听到大概的体型身高描述 警方来到法克家里 并希望他们帮忙配合简单的调查 一家人都是优良市民 父母两人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在车上 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儿子慌张的神情 一家人到了警局后 面对黑姐的质问 法克支支吾吾 当问到和妮娜之间的关系时候 她也总是刻意回避 面对黑姐的毒毒病人 法克的父母心生不满 当即带着儿子离开了警局 可尽管如此 警方还是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黑姐发现了当初玻璃上残留的血迹 妮娜对此谎称 说自己前段时间 遭受着一个陌生男人的尾随 玻璃上的血迹正是跟踪狂的 警方自然而然的 觉得这个跟踪狂 和凶杀案脱不了关系 于是挨家挨户 抽取血氧进行对比 这一天就轮到了法克家 听到警方们说妮娜的证词时候 法克傻了眼 他怎么也没想到 谈个恋爱 马上就要把自己谈到橘子里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跟踪狂 他必须拿到那个 和有妮娜聊天的手机 自证清白 可当他来到藏手机的地方时候 手机早就被妮娜拿走了 与此同时 警方也确认了血迹的主人 一路追踪法克 听到屋外的警笛声 妮娜也没有把手机还给法克 反而开始大声尖叫 制造自己被强迫的假象 等警察来的时候 毫无意外就被假象迷惑 法克满身嘴也说不清 只能当个冤大头 好在镇上的一名警察 非常相信他的为人 故意放走了他 法克得以逃脱 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 他拼命追着妮娜的车 来到了一间小屋子 看到床上妮娜包里的证件 法克才知道 原来这女人是个惯犯 而就在此时 黑姐也出现了 他很惊讶 法克为什么没被拘留 法克根本没有细想 拿出那个手机 急忙自证清白 黑姐见到了里面的证据后 也知道了真凶是妮娜 于是搜走了手机 接着就给警长打电话 证明了法克的清白 最后他按照警长的指示 把法克靠在床头 终于事情好像告了一段落 可就在两个女人离开的时候 法克惊讶发现 他们的腿上 居然有着一模一样的纹身 恰巧能拼成一对 回想起过去种种细节 法克内心备受震惊 他想打电话给警官 可是电话线早就被切断 法克还没回过神 只见女人的车又回了头 我本以为是要杀人灭口 没想到 妮娜居然把那个手机留了下来 就这样 两个女人带着巨款远走高飞 这件事情也给了法克不小的冲击 不过好在 他没有因此受到牵连坐牢 要是时光再来一次 法克也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重蹈覆辙